承恩宫夫人 皇上特意嘱咐 您年岁健大 以后都坐轿入宫 谢皇上厚爱 快到义坤宫了 皇后娘娘怕是等急了 娘娘娘子 主席 好 对 皇后娘娘 快请起 妾身受不起 先受女儿一拜 再当女儿是皇后吧 先受女儿一拜 皇后娘娘 快请起 让妾身先国礼吧 妾身请皇后娘娘万安 快起来吧 阿娘 快起来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皇上对你好吧 此番一路和皇上叶祖祭临 寻衅松落 辛苦不辛苦 女儿和皇上一块不辛苦的 只要你顾得好 额娘就安心了 来 额娘坐 坐这儿 你快坐 夫人 娘娘一早就嘱咐了 这些都是素日您最爱吃的点心 好 好 皇后娘娘至诚至孝 娘娘得以丰厚 乌拉娜拉家续上往日的荣光 你阿嬷和姑母在九泉之下 也可明目了 好 你这一路走来有多难 额娘看上眼里 真的心疼 当皇后 必有皇后的难处 也是不容易的 想想你姑母 最后几年 额娘真的好怕 额娘 女儿会小心的 皇上也会好好带女儿的 皇上疼你 最是紧要的 你封了皇后 到府里来给你小妹求娶的人家 都踏破了门槛 个个都是重臣显贵 额娘 女儿家 能嫁一个疼惜她的如意郎君便好 未必需要豪门显赫 娘娘说得很适 我也是这般想 免得沾染了富贵权势 倒让皇上觉得咱们不安分 额娘明白我就好 弟弟也是承袭爵位就好 不要沾染到官场里边来 都听娘娘的 额娘吃点点心吧 爱 好 瘦是不是有点凉啊 不凉 好 皇上 你跟皇后娘娘 我这说的姿势非常好 好啊 那你就画下来 看朕与皇后如何指手相看两不厌 好的 皇上 这不合规矩 是不合规矩 但合朕有你的心意 是不合规矩 好啊 皇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这朱尔莫特纳姆扎叛乱 约中旗啊 立刻率兵平定 朕倒要看看 还有谁敢不驯服他 有皇上的龙威在 谁能不被驯服啊 嗯 皇上 令萍娘娘说新学了乐琴 想要弹奏给皇上听 已经在外头候着了 嗯 让她进来吧 去吧 臣妾 请皇上晚安 皇后娘娘晚安 起来吧 朱尔莫特纳姆扎 怎么了 我们主这几日 一直头晕不适 昨日贪新鲜 吃了半个贡礼 结果还吐了半夜 呦 这 该不会是玉玺了吧 当然不会 臣妾体弱 皇上赏得做胎药 喝了这么些年 也未有动静 太医事说过 臣妾子嗣缘搏 李渔啊 奴才在 传其入 这儿 是和人也有语言 四国家传缘搏 姐姐 岂子 培lem 今天怎么敢说 他肯定是什么 她可能是变得上 还是能和她的一切 知道她死了 也不肯定呢 可顶无 好 甚好 臣妾恭喜皇上 恭喜淑平 恭喜皇上 盼了这么些年了 本都以为没了指望 这半年来 连做胎药都是有一碗 没一碗地喝着 谁能想到 竟然真的有了 那是你情真义切 老天眷顾 碎了你的心愿 那做胎药 本是强壮底子后注孕的 淑平娘娘服用多时 身体健壮了 自然是游戏了 齐太医说得是 那本宫之后的身孕 就有劳齐太医了 是 还请皇上允准 既然你喜欢 朕就让齐辱照顾你便是了 你平位多年了 如今玉玺 就敬为妃位吧 臣妾多谢皇上 恭喜皇上 恭喜淑妃姐姐 今天 妹妹来得还真是巧 真想沾沾姐姐的喜气呀 多谢令萍 皇上 那臣妾便先回去休息了 好 皇上 臣妾陪淑妃妹妹一起回去 她刚刚有孕 别疏漏了什么才好 皇后有信了 我还会让她 她 我让她 启如 在 怎么回事 淑妃娘娘突然遇袭 想必是那做胎药 没有暗示贺下的缘故 皇上您人心 所以那做胎药的药性 是极为温和的 并非是绝育之物 每次临幸后贺下可保无语 从前都是尽宝看着淑妃贺下的 可谁知 淑妃竟然悄悄地停了 淑妃是不是知道这做胎药不妥 那未必 像是淑妃娘娘对子嗣之事已不再指望 所以没有暗示贺下 反倒是意外得子 臣请旨 淑妃娘娘身孕之事 该如何处置 至此无辜啊 罢了 她既有福气玉玺 保住孩子 替淑妃好好照顾龙胎 是